梁子倩甫穆 《莊子劃逍遙》是ств attorneys 除了想告诉大家 如何生活得逍遥 自在多的 contradict 自由和自就好 同时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装置教人的处势哲学 今集我们继续有邓立光博士和我们讲一些有用和无用的智慧 其实很多时博士我们家里有些东西可能是朋友送的 拿到之后发觉好像没什么用 好像很浪费就放在这里 但其实那样东西不代表没有一个价值 是 发是物都应该有它的价值 李伯说天生我才别有用 问题是否放在恰当的地方 放在不恰当的地方大才少用 纵使才华很少 在恰当的地方发挥得临利尽致 小才大用 所以不是物有没有用 而是位置放得适不适当 有人想起庄子一个故事 装置有个好朋友叫做惠斯 惠斯他有一天得到艺王送给他的一些葫芦种子 于是他很开心去种这些葫芦 而且还种了一些很大的葫芦 他很开心打算拿来装水 谁知道装水的葫芦又太远 水都倒了出来 将它破开了两边 又发觉那葫芦太大了 但它又太浅 不得水 他就说这个葫芦真是大而无用 就将它打烂了 但庄子就说 怎会无用呢 他就将一个网套住了这个大葫芦 绑在一条腰上 就好像一个水泡 在水里面开开心心地唱泳 其实这样就更加好 博士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时候有用和无用的价值 从小到大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教我们一套价值观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那件事是实用的就有价值了 这件事就没有价值了 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会的 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太着重实用的时候 往往很多需要 甚至转一转的事情 他都想不到的 会窒息的 譬如刚才说到大葫芦 要来装水 它又不够力 破开又拌不到水 对一个只是有实用心灵的维师来说 这个葫芦果是没有用的 但庄子这个预言 就说回 你为什么不尝试绑在腰间 就是我们所谓的邀州 除了在壁坡上面唱荣 更重要是渡河 它的大用就是不在于它不水 是在于它能够渡到河 因为古人渡河是一个大事 如果你没有船 你就过不了河 你知道有一个大葫芦 你就可以过河 就是说 葫芦有这么重要的用处 你为什么想不到呢 所谓绝于用大 用在今天的情况 就是思想太有功利 太实用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能够看到一件物 它的大用在哪里 就是说到小用和大用 我又想起庄子另一个故事 其实故事里面就说到 就是说在宋角有一个村落 它们有一个小秘忌 就是它们经常都要洗一些沙 就是仿沙的沙 但是冬天的时候即使它们洗 都不会爆炸的原因 它们就是有一个秘方可以查了 使手就不会爆炸 有一天有一个人看到 就看到这个秘方 就觉得很宝贵 用了百两金 他买了这条秘方 然后将它献给吾皇 吾皇得到这条秘方 就将拿这条秘方 被士兵去打水箭和越角 因为这个秘方 士兵可以毫无后顾之忧 不会爆炸身体 就因此而打赢了越角的士兵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 都很明显有那种 就是你可能放在这里 只不过用来洗衣服 不会爆炸 而另一个大用就是 打仗而打胜仗 其实这个大用小用 是基于我们 我们何时会有这样的分别 小用就表示 他不能够将他手上所有的东西 或者是他眼见的事情 他不能够将它推出去 最重要的 都是牵前于那个实用价值 因为他看得不远 反而实用都是眼前的东西 这个其实在我们社会里面 随处可见 实用思想 没错 他是眼见耳闻 马上看到功效 往往一个社会发展 一个人才的培养 不能够只看实用 更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人文教育 这些往往不是实用的 即使不是学了马上就可以表现到的 但这些往往对一个人的培养更加重要 其实听到这里 我就想起一个教育问题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学习的很多的科学 生物 或者是历史 很多人就会觉得 历史这些 我学出来 好像除了应付考试之外 没有什么用 这个是不是其实 都是基于大家的价值观的问题 那个小用和大用的问题 这个价值观 已经不是每一个人各自的价值观 而是普遍我们整个社会的 一种所谓实用价值 读历史有什么用呢 要来背书 忽略就是读历史 就是鉴古资金 就不是要来背书考试 如果知道这一点 那人的思想就会成熟 看到很多眼前社会的现象 你懂得是是非非 没有了历史的分途 没有了历史教养 眼前的很多事情 你会分不到黑白的 你会代入五里无中 所以这些人民教养 不能够因为他没有眼前的 使用价值 你会忽视他 因为很多时候人 都只会看到当前的第一个 面前的价值 而没有办法去宏观 去看到远处的价值 没错 那怎样可以令到自己 可以看得远一点 是否都是要从教育方面着手 教育是个大问题 我们急切不能求功 在我们个人方面 除了我们所学的一些 具有很强势用价值的学科 一些人民学科 文学 历史哲学 都需要多些阅读 而提升我们的人民素养 其实如果能够精神的素养 质素可以提高 其实很多的智慧 我们都可以领纳得到 从中到时所得到的 才是最宝贵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明白这个大道理 好了我们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次的妆子画逍遥 我们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全球首个道教电视频道 道通天地 www.taoist.tv